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人争不过天 恶赢不了善 世间万物都有其生存的规矩 谁都无法打破 这是生存的自然法则 有的人作恶多端 强行要打破天规 最后伤痕累累的总是他自己 曾国藩曾经说过 事有三不斗 物与君子斗民 物与小人斗立 物与天地斗桥 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总是争强好胜 有些时候要懂得主动服软 要知道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是看起来文质彬彬 不是五大三粗的人 但他懂得以柔克刚 避开锋芒 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越走越顺 变成生活的强者 男人语成大气就需要懂得曾国藩说的 人生有三不斗 越是不斗 人生越顺 也顺应了能屈能伸大丈夫的处事哲理 一 物与君子斗民 什么是君子 意思是指人格高尚 道德品行兼好之人 在很多典籍中多指君王之子 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 君子因为有了不一样的身份地位 因此对名誉看得很重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就像是公鸡披着大红袍 带着宏观 这使他炫耀自己的资本 谁都不能触碰 更不能损坏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推崇地位再高 也有退位的一天的道理 甚至很多人都不在乎地位高低 也不在乎名声 而是放下面子多赚钱 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人 要知道君子之中还有部分稳君子 他们对名声更加注重 男人语成大气就不要和君子斗名声 不要比谁的名声大 也别强行争夺位置 你得罪了爱好名声的君子 别人肯定要给你穿小鞋 处处刁难你 给你难堪 男人要想人生走得顺利 就应该别名声大噪 而是要收敛自己的名气 做卑微的人物 同时也要避开锋芒 对待真君子 要谦卑 尊重 向他们学习 对待伪君子就忍一忍躲一躲 不交往便是了 二 勿以小人斗力 鸣枪一躲 按键难防 那些使用按键的人就是小人 小人的特征就是典型的趋利避害 吃不得半点亏 他们为了利益可以想方设法地去夺取 什么阴谋诡计都可以使出来 让人防不胜防 男人语成大忌就应该远离小人 而不是与小人争夺利益 特别是有些小人还很强势 你无法争赢他们的时候更加不能争 否则就是以卵基石 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是在夹缝中生存 但真正懂得求生存的人 会从某些缝隙中找到机遇 让自己的生存空间扩大 照样可以成功 面对小人要防备 而不是与其争夺利益 只要小人对你无懈可击 你的事业就少了被暗算的可能 人生也会走得更顺 三 物以天地斗巧 俗话说谋识在人乘识在天 冥冥之中你做的一切都有天意 其实天意不是我们想象的老天爷的旨意 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 是自然规律 做人讲道德规矩 男人语成大气就应该汇聚人脉 找准机会得到天助 才可以做大做强 凡事不能蛮干而是要巧干 男人成大事就要顺从天一般事 就像我们说的顺势而为 顺流而下一样 懂得借助别人的力量办事 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曾钩帆说的三不斗 是对一个人成长的警示 真正能够读懂悟透 对男人成大气有很大帮助 可以让人避开各种潜在的危机 变得更加通达 做任何事情不仅没有阻难 反而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越走越顺 五十之天命 也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很多事情慢慢就成了定局 即便可以改变 但改变的速度就慢了 难度大了 毕竟人是可以慢慢变老的 不能和年轻的时候比较 人到五十身上无病 心中无烦恼 陪伴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 粗茶淡饭也是幸福 如果你还背负了很多债务 不管是什么债 都会感觉力不从心 弄不好 落得晚景凄凉的结局 负债累累是一把双刃剑 是压力也是前进的动力 但人到五十 欠债累累就不是好事了 因为还债的能力逐步下降 更多还要考虑老年生活的问题了 人到五十不能欠以下这五种债 无债一身轻 一 爱情债 放下所谓的真爱 忘记过去 不能有扯不清的旧情 珍惜身边的人 谁都有过去的情情爱爱 有钱人也不是什么怪事 但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 就应该懂得放下注定得不到的爱情了 别让那些情情爱爱留在心中 成为天天胡思乱想的理由 要知道胡思乱想可以毁掉一个人 让自己变得郁郁寡欢 让人心感觉疲惫不堪 还有的人因为放不下旧爱 就和身边人分道扬镳 果断去找心中的那个人 结果两头落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找的人 因为多年不见 找回来也不会如出美丽 更可能是他已经结婚了 忘记你了 你这么多年年年不忘 其实是一厢情愿 注定得不到的人 肯定不是真爱 也许只是一种假象 让你忘不掉 曾经美好的画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就模糊了 你记得太清楚了是闹心 人到五十 放下爱情债 欠别人的说清楚 已经分手的彻底忘记 别去找了 好好珍惜眼前人 少年夫妻老来办 二 钱债 负债累累 会压垮不再年轻的自己 手里有存款 是你老年生活的重要保障 一个人要有创新思维 要适当借钱 然后好好利用起来 让自己做大做强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别畏首畏畏 让自己因为经济困难 结果措施良机 人到五十 却应该还清了债务的时候 也别轻易举债 要知道这个年纪了 除非你有很好的经济基础 否则你还债很困难 一来是精力有限 二来是身边还有其他的人 等着你去照顾 比方说 还有年事已高的父母 需要你孝顺 要花钱 身边有爱人 管着你的钱 别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儿女愿不愿意为你付债 也要考虑 别引起了家庭矛盾 手里有存款 是你做人的底气 年老了 靠自己才是硬道理 有钱了 看病养老 旅游 都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年纪大了 手里没闲 这样的日子想起来都揪心 三 孝顺战 百善孝为先 别等父母老去才坠回莫及 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父母在是福气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别等父母不在了 再想起来孝顺谁 或者哭泣 这寻找父母都太晚了 如果父母健在 就要懂得好好孝顺 人到五十要懂得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不是只是每个月给父母一点钱 或者过节的时候送一堆没有实际用途的礼物 要知道父母省吃俭用习惯了 你给的很多礼物都会慢慢过期 结果变成了废品 尽量挤出时间和父母谈一谈心得 说一说身边的事情 了解父母需要什么 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千万不要留下孝顺债 这是要后悔一辈子的 儿女自有儿孙福 你越插手儿女的事情 越欠儿女的还不清 有句老话说 儿女这辈子是来讨债的 儿女一路成长 费了你很大功夫 当你人到五十 儿女也慢慢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你应该放开他们 让他们自由生活 每一代都有不同的思想观念 有自己的路要走 你的思想会锁住他们 你也别欠儿女债 别以为自己永远都还不清 要知道儿女是来要债的 也是来还债的 等你老了 就是儿女还债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转变思维模式呢 自由发展的儿女 虽然会吃苦很多 但成长也很快 人生的成绩也更大 你别大包大揽了 你越是这样欠债越多 你也许会毁掉他们 五 时间债 留下时间做想做的事情 看想看到风景 见想见到的人 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 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都没有去过 或者动身了几次 结果还是没有如愿以偿 还有一些理想 因为谋生耽误了 曾经的朋友分别很多年 一直想去看 但是却没有去成 人到五时 时间上要变得自由了 有些东西就应该舍弃了 让自己从琐事中抽身出来 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别等走不动了 才想要去什么地方 看什么风景 人生已百年计算 五十岁就过半了 再往前走 就是下坡路了 应该慎重行事 让自己轻装上阵 越活越轻松 越活越明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